哇89 14喔 剛剛是9滴喔 剛剛是9滴喔 傷害兩個打到防裝9滴喔 藍煙煥龍 打的傷害沒有比FOA1這把新的體力強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好的 今天要來抽新的幸運轉盤 就是M4A1的比借武裝 好 在之前的直播廠跟以前的影片 有跟大家分享過這把M4A1的圖裝 算是近期來講 如果你之前沒有錯過什麼圖裝的話 你可以在這一次的活動中抽到不錯的屬性 好 先來介紹一下這把槍值不值得大家抽 主要來講 他有四把 第一把M4A1的藍煙聖戒阿 他是傷害1格 射速2格 鑽田速度下降 他的圖紙要3張阿 我個人現在覺得這一把還好 是因為前面有出一把傑若絲 跟這把的屬性其實差不多阿 對 然後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非常帥 因為他這個有點像是地獄的死者的武器阿 然後他是跟那個NO7 NO7的系列是一起的 就是這個服裝 好 然後這把的話呢 今天呢 我應該是不會抽這一把 因為這把已經有一把類似的 就傑若絲 我之前抽傑若絲 然後再來這把是M4A1的暗影優勢 傷害2格 射程增加1格 就是有點像是褲頭 好 這把也不錯 這把會想要抽 因為只要兩張圖子 然後這個屬性的話還不錯 第三把是寒焰極地 精準提升1格 護甲穿透2格 持槍系都移動下降 就是拿這把槍速度比較慢一點 不過他有護甲穿透2格 蠻吸睛的 這把槍我今天會想要抽這把來試試看 因為護甲穿透在敵人最後後期和玩家4級防撞的時候呢 如果護甲穿透打他比較痛 所以這把我考慮一下 他只要1個圖子跟3個進化值 cp值非常高 第四把是M4A1的鬼毒 冥斧 射程2格 雙年速度下降 護甲穿透1格 這把就是打遠的話 傷害稍微不會被拉那麼低 可是我本身傷害 這把槍的傷害不高的話 其實射程增加2格 我覺得還好啦 因為畢竟就是延伸傷害而已 他也沒有辦法說在中距離打出不錯的傷害 不過我護甲穿透1格 好一樣是1張圖子跟3個進化石 好因為我之前M4A1其實我有收集他的一些屬性的圖裝阿 然後我是覺得現在這個護甲穿透2格比較吸睛 因為在後期玩家常會遇到打不死的狀況下 如果4級防撞用這把打打看看會不會很痛 然後第一把這把的話呢 跟傑洛斯的屬性太相似了 他的裝填速度下降其實不影響 傷害1格射速2格 好我這邊給大家比較一下 我之前有抽傑洛斯 你們看喔傷害1格射速2格 彈夾容量下降跟裝填速下降其實差不多 就是子彈速一個裝比較慢 一個彈要少一點點 所以這兩把呢 如果你有傑洛斯我建議不要抽那一把 因為就差不多啦 因為傷害1格跟射速2格是差不多的意思啦 因為他的屬性其實沒有直接寫說是擠發子彈 或是傷害增加多少 比都沒有寫 就是以1格2格 然後其他的話呢 像這有射速2格傷害1格的 死亡天啟在之前我覺得還不錯用 然後後來都拿解弱斯 然後這把這射速比較快 然後其實射速快的話 有其他槍比在M4A1更快啦 因為M4A1加了2個射速其實 說實話也沒有比XM8快 我覺得沒有比XM8快 再來像這把傷害2格 這把就跟剛剛第二把有點相似 可是這把是彈甲的話提升 所以他射速沒有增加 第二把有增加射速 所以說我會考慮買抽第二把 第二把的話有傷害提升又射速提升 然後這把精準降有點可惜 再來這把射速2格金屬提升 沒有增加傷害 好的這就是我有的M4A1 M4A1其實基本上降落會減啦 中後期也不減 因為中後期的傷害打敵人不太痛 我都拿藍燕幻龍比較多 或者是拿SK現在四血同殺 都還不錯 好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抽幾張圖子呢 我覺得拿來抽三張圖子 我今天會想要分享我會想要抽的就是 暗影優勢這一把 然後第一把就還好 暗影優勢因為他有傷害2格跟射程增加 是比較吸引我的 前期打敵人應該蠻痛的 第三把這兩把的話呢沒問題 護甲穿透2格 等一下想要測一下打四級房痛不痛 好然後這把我就不抽啦 這把M4A1 藍燕聲音跟第四把我都不想抽 就是覺得還好 因為有類似的槍之屬性就不要浪費錢了 那我們今天呢 就抽三張圖子就可以搞定了 就不用多抽幾張 就三張圖子啦 主要就兩把槍 然後他這個的話呢 我還有這個幸運轉盤的券 有五張券 我們就五抽看看吧 我看會五抽入魂 哇 我每次都抽到進化石比較多啦 你看進化石嘛 我才剛講 好一顆進化石 再來開始他花鑽了 我們今天一樣用三次一抽一次五抽的方式來抽 江湖傳言啊 希望是橘的 欸不不不他這邊有橘色問題啊 他這是轉轉轉 每次都希望是橘的 欸我剛以為要中了 好沒有 再來 單抽 三次單抽 一次五連抽 唉怎麼又是這一格勒 好沒關係 我今天有三千 欸三四千鑽應該夠啦 我不知道夠不夠三張圖子 以我目前以前的經驗是可以的啊 又是這一格 欸為什麼都通到同一格啊 這是怎樣 Bug是不是 另一格 五抽啦 五抽中一張也ok啦 我希望可以 兩千鑽以內 三張圖子 沒有 好沒關係 我們再來單抽吧 我現在是不缺進化石 就缺圖子 欸 差一個 這個不講五個 單抽 好 好 我覺得前期呢 這種 沒有抽到一張的感覺是有點 有點擔心的 看著鑽石慢慢減少 還是沒有 哇 這邊可以拿到一堆有的沒的東西啊 呵呵 每次抽新爽會覺得拿到一堆有的沒的東西 唉 又沒有 我現在就是五連抽 我覺得五連抽中獎率很低啊 好 五連抽也沒中 再來就要單抽了 我現在兩千八百多賺 一張都還沒中 現在應該抽一千多賺啦 換兩千賺嘛 沒有 又是提升等級了 我覺得等級還好 我們又在練等啦 我覺得技術比較重要 技術跟經驗運氣比較重要 等級其實真的還好 好第三個單抽啦 欸 又是這一格 這個帽子真的很煩啊 精英通關的 唉 五連抽啦 唉為什麼 差一點 我剛以為中了 唉現在連一張肚子都蠻重的 這把槍其實Envoy1 我到中後期是不會撿的 說實話 唉 單抽 唉 水 終於中一張了 哇賽 再不中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覺得 又要剋下去 要再除一下 OK 至少中一張了 我們現在有一把槍了 如果今天只抽到一張 我就 我就只買 我就只買 就只換一把 我總覺得單抽比較好重啊 五連抽 真的是 有被詛咒的概念啊 然後又一定會有玩家說 哪體我單抽就中圖紙了 每次 每次我只要拍這個系列 都有這樣留言 不要再激怒我了 我就是非洲嘛 可是我真的實體 很歐啊 就是去抽一番賞 就是去抽一番賞 跟其他東西啊 哪裏你們知道 讓他自己訂閱一下 哪裏你們知道 我分享類似這樣的東西 沒有 哇 我現在剩 一千四百多賺 中了 可惡 又是這個帽子 我恨這個帽子 我相信玩家 很多玩家 會一直抽跟我一樣 很討厭那個帽子 這個帽子一直中 那個精英通關 欸中了 水 哇 單抽比較容易中的感覺 比界武裝啊 好的 第六 第二張圖紙搞定 缺一張了 我們就缺一張了 缺一張我就換兩把槍了 好 我們最後呢 五連抽 希望這五連抽都可以中了 拜託 中吧 我缺一張圖紙下課 留點鑽石讓我抽別的吧 可惡欸 可惡欸 我覺得五連抽中獎率太低了 我這一千中我都用單抽到了 我抽到完就沒了 我就算了 我就換一把槍也好 可惡 好 最後囉 我到底會不會抽到呢 歡迎大家開始下注 下注 我全部單抽了 我不零抽 我覺得我零抽中獎率好低喔 我剛剛兩張都是單抽中的 我全部剩下的 錢都花在這個單抽了 哎呦 啊可以啦 這個還可以啦 這個還比較好餒 我寧可一直中那個 角色的升級卡 哦 no 金幣我不缺啊 我都十幾萬金幣 想我怎樣 這種你課金下去 會發現你金幣越來越多 因為你基本上 花什麼都會花鑽石 不太可能花金幣 除非你升級角色 哇 完了啦 我還沒鑽石了 586 哇塞 我缺一張圖紙 欸這一波進化石很難 這波進化石很難中 我覺得我今天是第一次抽沒有進化石的朋友們 你應該剉賽 你要花很多鑽石來抽進化石 哇塞 我連進化石都沒中是怎樣 剩下 剩下 沒多少鑽石了 我就缺一張 拜託拜託老天兒 哇要沒了剩兩抽囉 這是第三 剩下倒數第三抽 欸 又差一點點 哇 最後兩抽 最後兩抽 沒中我就放棄了 哦又差 又是這帽子 我看這個帽子最後一抽了啦 太難中了吧 欸 中了 終於 太扯了 就把我鑽石花乾就對了 這是我鑽石保底是不是 把我鑽石花乾啦 哇 欸這個系統是有偵測我剩下多少鑽石啊 只有讓他中啦 不然他不抽了 好啦好啦 終於中三張圖紙了 鑽石全部花光光啦 三張圖紙大概花了快四千鑽 欸四千多鑽吧 好 然後我們今天要花 欸要換這個 這兩把就好了 其他兩把我不換了 因為另外兩把還好 我就換這個吧 這個傷害兩個 射成一個 這降落初期應該算不錯用 因為傷害兩個 欸不然現在 的基礎槍傷害太低了啦 射速又慢 然後這把是 這兩把的話 我已經考慮這把護甲穿透 通常玩這款遊戲玩到 中後期玩家才知道什麼叫護甲穿透啊 就是說你今天打 黃裝比較高的玩家 傷害比較高一點 好 今天我們就來實測一下吧 然後先分享一下 因為第一把我不抽 是因為我捷弱斯了 如果你們沒有捷弱斯 可以抽看 射速增加 可是我個人覺得MVA1 其實傷害比較重要啊 可以擊殺敵人比較好 因為射速快 可是玩家現在 你傷害不夠高 打過什麼用啊 然後我現在這兩把的話 就是傷害兩格嘛 然後射程提升一格 這把是射速提升 可是他沒有傷害兩格 所以說這把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這把射程將 其實很多槍都有點相似啊 然後就比較一下 喔這把啦 焚燒四岩 跟這把比較相近 好 那我們今天先試一下 暗影優勢這把的傷害吧 直接試他的傷害給你們看 比較快 那我們到心願島測一下 讓玩家們你們看一下拿鐵的實測 就知道大概要抽哪一把 塗裝了 看能不能幫你們省點錢 因為我是覺得第一把不抽 是因為如果你有傑洛斯 你已經有傑洛斯的話 那跟那把太槍性屬性 你就可以省下這個錢 沒有的話你要抽 就可以抽啦 我們先試一下打遠吧 傷害多少 好OK 我們先試一下吧 因為他今天有這個 2433 148 我要拿跟焚燒四岩比一下 應該是焚燒四岩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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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132 132 132 27 148 最高到148上來 24 咦 剛才打到148 應該是打到靶星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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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把有加射擊嗎 然後傷害兩個 148 好我們看一下 這個剛降落這把一定沒問題 33 沒有防裝的狀況下 1833 剛降落的時候 你打敵人 應該可以秒收阿 33其實可以秒收敵人沒問題 我們幫他四級防看一下 注意看喔 9滴 好就是後期 後期玩家 滿裝 如果你決勝遇到他 你打到身體 基本上會打不死 9滴 好不好 打到頭70 所以基本上呢 這把槍呢 你在後期的時候 打敵人四級防是比較不通 要打角角阿 角角有24滴阿 大家注意阿 頭70滴 所以有時候跟玩家講 你不一定是要打身體 打角或許傷害比較高 所以有時候比較瞧不起人家 為什麼打地板 沒有 主要是看他有防裝 不要打他有防裝的地方 傷害比較高 不然就是打頭 打頭的話70滴阿 所以說其實 有時候中後期 玩家打不死 是因為我們打到防裝阿 好 我們大概記一下 70-90 然後角色24 我們現在試試這把 魂毀誓言 他是精準下降 傷害提升 對 提升兩個 用這把來比一下 這把 這把是神增加 所以打遠傷害 稍微會延伸一點 然後 剛剛打148 所以我們應該是試 我看到是哪一把 哪一把還跟他比阿 應該是這把 魂毀誓言 因為那把 魂毀誓言要是我抽 也是因為他 有兩個傷害 兩個傷害 那我覺得 比較 那時候比較需要 還沒出解錄師之前阿 那我們就試這個魂毀誓言 魂毀誓言 原來他這個 沒有把打遠 最遠到這邊 剛剛 剛剛打到最後的把 到148 我看有沒有辦法 這把槍可不可以打到148 我根本沒有亂打一下 沒有打到33 剛好33跟148 我一向中33 143 有打到143 24 132 好吧 看起來應該是 剛剛那把比較有用 因為他有 射程有 延伸傷害 不是增加延伸 再來打身體呢 181 24 24 就是沒有穿防裝 33 打到手阿 身體是33 181跟33 那我們看一下 身打4級防 剛剛是70 9 9跟70 對一樣 這把跟魂毀誓言打 防撞的話 是差不多的 傷害都不能超過死 所以你在中後期開關鏡 如果不抬槍的話呢 敵人基本上來講會比較打不死 這就是我們現在步槍可怕的地方 讓大家了解齁 好這把是紫色的 欸 不是這把是焚毀誓言阿 焚毀誓言 就是說通常MV-1 我到中後期不拿 就是因為 中後期打不死 除非打到頭 所以我能撿其他槍撿其他槍 就撿藍燕幻龍 好最後要試這一把囉 寒岩極地 這把是我覺得 應該是黑馬 為什麼 因為是兩格穿透 兩格穿透 兩格穿透 基本上 以MV-1來講 好像沒有出過兩格穿透 這把蠻帥的 好希望這把是黑馬 只要一個圖紙而已 我們先射一下 普攻 果然 普攻比較低嗎 這個是正常的 剛剛降落這把槍打的話 有沒有 沒有辦法打到很高的數值 連24都打不到 剛剛好像是181 這159而已 這就是普通傷害 那我們現在要看到四級防囉 重點是中後期 假如這把槍能不能用喔 看好了 21 14 哇賽 黑馬 20 14 89 欸各位觀眾 我跟你們講 這個傷害 14欸 4級防可以打到14欸 這可能比藍燕壞龍還高喔 我為什麼沒有驚訝 是因為 這個傷害很高欸 中後期這把槍 有救啦 沒有到 哇 89 14喔 剛剛是9滴喔 剛剛是9滴喔 傷害兩個打到防裝9滴喔 可是打角比較不錯 打角少3滴 打 喔 攻擊力少3就對了 哇賽 來 我跟你們講 這把槍可以抽 這把只要一張圖紙 如果相信拿鐵的話呢 你們 你們就可以抽對吧 來我跟你們講為什麼 看好囉 藍燕壞龍 跟這個M4A1 記得這把 好看好囉 M4A1先 89 好看好藍燕壞龍喔 85 有沒有 X4滴在身體 14 好藍燕壞龍 12 X2 藍燕壞龍喔 還要升級喔 好21 30 好我先講一下 一把是穿透 所以說 在敵有防裝的狀態下呢 藍燕煥龍 打的傷害沒有比FOA1這把新的基地長 85阿 好我們再看這把 89 14 每一發差2 的概念就差很多囉 每一發差2喔 以5發就差10滴耶 哇賽 好OK 我覺得各位 這把 這把真的不錯 如果你今天 中後期 真的撿不到槍 撿到M4A1 你中後期 什麼地方 總之在講 有防裝打的傷害就高啦 沒有防裝的狀況下的話呢 就看你原本的傷害多少 提升多少 然後有防裝的狀況下呢 這把有加穿透 打起來的傷害竟然比藍燕還高 高很多耶 高2滴耶 攻擊力加2耶 那種概念 打腳的話 因為大家通常都是打身體開關鏡 然後往上瞄嘛 爆頭的傷害也高 這把真的是厲害 我覺得一張圖死 哇 因為他前期我先講一下 這把如果前期的話傷害不高 先講 因為他傷害等於是沒有增加 好總共四把槍呢 歡迎大家影片下方討論 你們覺得你們想抽哪一把 然後你們的評估 因為每個人有的槍之屬性不同啊 包括你的喜好不同 可是我真的是大推這把 藍色這把 然後其他槍的話 你們自己看你們想抽哪一把 我這邊就是分享攻略啦 護甲穿透真的是很可怕 因為後期的玩家基本上都會穿防裝 只要有防裝的狀況下 你打他的傷害就會稍微比較高 懂意思嗎 然後不可能玩家不減防裝 而且通常是決勝的時候 你可能組隊幹嘛 隊友都把槍撿走了 你可能直接到FOA1 那至少這把槍 你打錯的傷害 比藍燕煥龍在後期還高耶 所以我個人覺得 CP值最高是藍色這一把 好 然後呢我就分享到這邊 之後我會再拍一些實測啦 再測給大家看 寒焰極地 然後其他塗裝其實我很多啦 我都有在研究啦 所以說你們如果覺得拿鐵 分享不錯的話呢 你們可以自己抽抽看 然後來實測一下 因為這個只要一張圖紙就好了 可以補足你在FOA1 中後期打不死敵人的窘境啊 然後我之後也會再實測一下 這把槍實際作戰的效果 再跟大家分享 不過只要一張圖紙真的是OK啦 至少應該不用花太多鑽石 如果歐一點的話 可能一抽就抽到一張圖紙 然後你直接有進化石 就可以直接換焰激地了 好這把槍不錯 然後紫色那把也是千球個有啦 降落可以用 藍色這把的話呢 就是中後期用 就是分開啦 因為中後期他打敵人 4級防只有9滴 打身體 然後爆頭上還只有70 剛剛這把 疾地這把是有打到89耶 好啦總之再講 大家自己評估一下 歡迎影片下方留言討論 然後如果大家喜歡這一集的話呢 可以幫你喜歡 繼續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幫我影片分享去跟你的朋友 後面有一句 記得要P5攻略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呼籲頻道 玩具頻道 哪泥頻道 追蹤我Twitch、IQ、粉絲團 搜尋我不喝拿鐵 就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 掰掰 積極 Sprπως 沖洗 Jeep Jeep Jeepad 伍�ất 毒 咱媽